这次主要介绍的是 这个武汉市全类别的PUI数据和爬取处理和分析 以及全国医疗数据的更新问题进行报告 那么这家工作是由我和周华一块进行的 下面主要讨论的是 武汉市PUI数据的爬取处理和分析过程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首先是对武汉市的PUI数据的爬取 我们可以看到和之前获取全国医疗数据方法有很大不同 这次采用的是基于四分网格法爬取的数据 首先是获取高德的接口 然后输入行政区以及类别编码 然后我们先检索出了这个行政区的界限的这个外包举行 然后再用那个高德 他有一个多边形搜索进行PUI检索 这里使用那个多边形搜索 而不直接用直接把那个行政区的名称输入进去搜索 原因主要是因为高德他爬取数据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你检索一个地区的一个PUI 特别的一个PUI的时候如果这个数量它超过了890的话 那么剩下的部分就会丢失 然后你就会导致这个数据量的丢失 所以就采用这种新的方法进行检索 下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像左下图 就是武汉市的一个外包举行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四分网格法的一个划分 然后检索每个举行 它的这个所包含的这个某一类别的PUI数量 是否超过了890条 如果超过了就继续进行划分 如果没有超过就对这个举行进行那个PUI的这个数据的提取 然后最后把这个数据综合起来进行一个整理 那么这样的话肯定会导致说 如果是外包举行 它肯定会把其他的行政区的一些数据进行包含 然后也会出现一些重复数据 所以之后如何处理这个重复数据 也需要进行解决 之后首先是用那个Person的一个函数 可以用它来去除这个重复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检索出我们需要的这个行政区画的一个PUI数据 然后进行提取和清洗 在我们就是用这个API返回的这个Response中 我们解析出来这个PUI所属的类别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字符串 就像这个TypeCH这个编量中 实际上这一数据它所属的类别有三类 有一个儿童用品店 品牌鞋店以及户外用品 这三类 所以说它所属的类别不是唯一的 对于这种问题我们使用的是正在表达式 然后对这个字符串进行一个划分 划分成三个它的最小类别 那么如右头所属 就是儿童用品店 品牌鞋店以及户外用品 那么一个数据它最多包含三类 所以说划分为三个小类是合理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它就是只属于一类 但是它把这个PUI所所属的大类中类和小类 和它合并在一起了 这个在后面我们如果想要用这个类别来 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分类的时候 就会带来一个麻烦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PUI的一个类别编码 和这个高德之前定义的一个编码文档进行一个match 然后得到了它对应的大类中类小类 以及英文版的这个 那么这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match的时候 是match根据这个上面的那三小类 根据哪一类 那么这里采用的就是默认按照它的第一小类 就比如说上面这条数据 它的这个第一小类是儿童用品店 我们就按照这一小类对底下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匹配 那么数据的整个的结构和字段 路途措施 主要有这个PUI的名称 然后它的一个中文类别 一个余裔的地址 还有所属的省份城市城市编码 还有它所在一个区域 区域是指这个武汉市在往下的一个行政区画 比如说洪山区或武昌区 接下来就是搜索的街道 它的搜索的一个区的编码 以及搜索类别编码 这次采用的是WGS84坐标 你那个排下的数据 它默认是这个高德的一个 国家的一个 那个JCG02这个坐标 但是你需要进行一个转换成84坐标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三种小的类别 以及根据默认根据类别一进行匹配的 然后高到定义的这个六大类 然后三大类 然后还有三大类的英文名称 数据样例就像是右图所示 这个数据的它本身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下面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分析 这个数据武汉市的这个数据 PUI有21大类 然后204个中类 600个小类 那么按照类别分类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城市 它的这个PUI的这个结构 通常就是关于居民的衣食住行 就这个量就非常的多 购物服务以及生活服务 还有这个餐饮服务的 然后按照这个城区也进行了一个分类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不同的城区 它们的这个PUI的数量代表了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它这个城区的一个经济水平 还有人口密度等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武汉市它的这个 比较常用的几类PUI生活服务 这个数据的一个数据量的一个对比 首先这个购物服务 以及餐饮服务和住宿及生活服务 这个数量相对比较多 但是这个也是受到疫情更严重的一个积累 还有就是这个 一般这种PUI数据需要结合 这个更细这个力度的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分析 目前我们这个Hawar的那个数据库里面 没有说特别细致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这里提供的一个样本数据 是武汉高风险社区的两个类似的数据 那么结合这类数据 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武汉高风险社区周围 它这个餐饮服务 以及住宿及生活服务 还有购物服务这些所受到的一些影响 后续也可以根据这个经济的这些指标 然后进行一些分析 最后是这个对 那个全国医疗数据的一个更新 那么之前提到的这个医疗数据的问题 主要有第一个是会出现这个POI重复的这个问题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 那么对于这医院 它实际上三个所属的都是同一医院 在之前爬取那个全国数据的时候 忽略了一个一个字段 就是说叫负POI字段 这个负POI字段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样例数据在倒数第二列 这个有一个编码B0172004TQ 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的 就是商丘是第一人民医院 然后那么它有很多的一个子POI 我们如果把这个获取下来的话 就可以以很大程度上的减少这个POI重复的问题 然后之前遗漏的一个问题 然后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之后进行那个Path 发现它只能就是一定程度上的 就是改善这样一个POI重复的问题 但是不能完全解决 还是会有少部分的这个数据 没有这个负POI这个字段 就导致它没办法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去重 第二个就是之前我们在分类的时候 进行标签分类的时候 诊所数据好像没有把它给分出来 所以就导致数据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小的问题 之后之前在做报告的时候 有的老师提出了就是对这个医疗数据量的一个质疑 然后说这个数据太少还是 好像是太少 然后我们就是用两种方法分别爬取了同一省份的这个数据进行了对比以后 我们发现首先这个差异比较大原因第一是因为在分类标签的时候 它这个分类的那个依据不一样 然后第二是就是像这个药房数据就是之前没有把它分出来 现在把它分出来了 实际上爬出之后这个数量要比那个原来的还要还要多 是因为像一些诊所的话爬去的时候可能像那种特大城市 它的这个诊所的分布 就算一个最小的行政单元 它的数量也超过了890条就会导致数据的一定的缺失 但是这个的影响对比来看的话不是特别大 然后后面会对这个全国医疗数据进行一个修正的话 主要是第一是对这个药房数据 还有说对这个POS所属的这个标签进行一个修改 目前遇到的问题 目前这个进程比较缓慢 首先是爬取数据的时候 这个钥匙就是开发者申请的这个密钥 这个key它比较少 给的那个配额比较少 然后如果不换那个电脑的那个地址的话 疯狂的爬取它会导致封号处理 然后后面就会采用那个胡涛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 就是采用那个代理机制进行一个扒取 那么后面 你这个药房 医院里面它这个药房是独立的吗 还是附属医院的 像这种医院它本身的这个药房 它是属于这个医院的 这个药房指的是这种私营的这种药房 这个药房它因为之前这个药房的这个数据也还是挺重要的 就之前这个相关的政策明显就是要求像这种私营药房 它禁止这个售卖这个关于发烧啊 这一类的药品 所以对它的这个经济影响还是很大 所以后面就考虑说把这个数据也纳入进去进行一个收集和整理 然后这个数据集目前我不知道胡涛老师有没有上传上去 然后后面如果上传上去后面还会进行一个修改进行一个更新 然后就没有了 谢谢 谢谢